原来你需要糖啊 给你发糖 糖是挺甜啊 心有点酸 男人 你在拒绝我 好好好 真是有趣 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这种滋味 你已经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宣布 这片所有的螺蛳粉 都被我承包了 你以后想吃多少 就有多少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朋友 你给我买衣服 让我住在你家 还给我讲了很多现实世界的故事 哦 对了 你还是我的作者 我们不是朋友是什么 你选哪个 选什么 选菜啊 吓不跳 这里面一定充满了爱心 会好好吃吧 真不错 点外卖吧 一定是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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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那你对安宇峰有没有心动的感觉 我要去问问他 他是作者 一定能帮我解答这些奇怪的感觉 白苏基 他根本不是作者 你一直以来都被他骗了 不会的 他之所以骗你 是因为他想研究你 对不起 安宇峰 你已经失去尽重资格了 你们人类就是爱说谎 而我们从来不会 这上面说你有八块腹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少 少画了 好 小白 我不行了 我的心仿佛这晚风一样 只剩下呼啸的声音 刚才全部的喜悦 都躲进了我内心的角落里 渐渐地消失了 向你对面的人说出 我喜欢你 这 我喜欢你 今天晚上我去找你吧 正好给你带点吃的 不行 对 不行 你为什么会说不行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发现 你变得跟那个世界的你 有些不一样了 但是你要记住 你不属于这里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带你回去 回到属于我们的家 那我睡这儿 你出去 不行 因为你们两个不能一个房间 那你俩也不能一个房间 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好不好呀 是让我会愧疚的 你说过不会骗我 所以我一直都相信你的 人在撒谎的时候 大脑需要处理 超负荷的信息要素 压力致使神经系统占助到地位 心率会瞬间超过每分钟一百字的频率 不信你听 我不允许你再见白苏基 你没有资格 我已经找到了 作者的电话 我要亲手交给他 安语峰 你应该去找属于你自己的女主 我明天就会带白苏基离开 你和她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而我和她的故事还在等待更新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 你凭什么提到做决定 季鸣 季鸣 你手怎么了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我带你去实验室 我 安语峰 我 好像也要消失了 没想到 我最后的宿命 是随着漫乎而消失 安语峰 是随着 我好疼 没事的 一定我没事的 我很开心可以来到现实世界 很开心可以见到你 很开心 别说了 想想就要永远都见不到你啊 感觉这里 比刚才还要疼 安语峰 你就当这一切是一场梦吧 好想和你重来一次 最后的道别 一片 都什么 罗思粉 庆祝你们 节后余生 对了 明天 明天 我们去测试你的那个什么机器 既然一切都已经修复了 我们也没有理由 再继续留在这里了 你刚刚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呀 我希望她留下来是她的意愿 而不是我的强迫 别跟我俩整个不值钱的出啊 你明知道小白是喜欢你的 为啥不能主动点 给人家留下来呢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她留下来 就是选择放弃她曾经所有的一切 她的家人 她的故事 我不想逼她 我终于见到彩虹雨了 爱一风 谢谢你啊 快许愿 彩虹雨之下取得愿望 一定会实现的 以后可别太想我啊 我梦特娇拿得起放得下 你 你看不上我视你自己没福气 你别后悔 所有的所有 谢谢你 我会想念这里的 这里有好吃的 好玩的 还有好朋友 还有 忘了吧白苏季 忘了有关这里的一切 不管什么 回去之后 我都会为你一比一复原的 光临 梦里 日记里 时间里的回忆 还有你的笔迹 还有你的笔迹 还有你的 你手怎么了 没事 你别担心啊 为什么漫画世界已经恢复了 你还这样 阿神知道吗 你千万别告诉她 小白 我不知道 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 但我希望 在我离开之前 能一直陪着她 生日快乐 许个愿吧 我太满足了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愿望了 艾蜜峰 我要把我的生日愿望送给你 我希望你可以回去 你的礼物 喜欢吗 艾蜜峰 认识你 是我生命里的奇迹 喜欢你 是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决定 也是唯一的一个决定 我们该从梦里醒来了 白苏基 为了我 你一定要好好地存在下去 我真的希望 有什么魔法 可以让我们像童话世界那样 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你要记住 我爱你 我们一起将青春嫉妒 他像个人的灯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也要不要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